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是我的意思去操作的话 我会放他走 也不会为难他 但是他偏偏要把那些钱 打回东城 那是要我的命啊 你觉得你还跑得了吗 跟我去自首吧 马靖的人在楼下撞悠半天了 你应该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你 不可能 我不可能去坐牢 马靖的人盯我很多天了 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只要你放我走 黄佩英 女 五十二岁 何泽人 现居住于美国旧金山 吴业 李康健 男十九岁 现 够了够了够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原来你还有在乎的人 这些信息我能够得到 马靖也能得到 你应该知道后果 林一 我们共识那么多年 你何必要逼我呢 你就不能放过我 不能有善念吗 你杀死了我们的勘探员 逼死了唐老师 害得我弟弟至今昏迷不行 你跟我谈善念 你在海外的资金 都是这些年贪污东城的 不管你的结局是在监狱里 还是在马靖上说的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放我 就算你跑了 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马靖会放过他们吗 把当年的证据交给你 然后去自首 最起码给你的老婆孩子 留点福报 马靖手上有东城人的血 我是不会放我的 在那边上场 老大 没有 没有 下去 快 好 你说得对 你有信念 我没有 你要的都在这儿 有我的银行账户和密码 走吧 跟我去自首 李主任 给我去见马哥 快 林医 我欠你的我还你了 记住你说过的话 李主任 别跑 走 走 您的馄饨请慢用 谢谢 最新消息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一男子从乐天大厦天台坠下 当场身亡 经警方证实 该男子正是东城集团前任董事长 在逃嫌犯李卓然 据悉 该在逃嫌犯 系在天台顶部不慎失足坠下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注意高空安全 我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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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名片 是这样的 李卓然先生生前 他取消了先前股权代持人的资格 并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赠合同 他把名下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转赠给你 什么 转给我 是啊 他没有告诉你吗 完全没有啊 这样 不过没关系 这是股权转赠合同 你先看一下 看过之后 你就可以考虑 接不接受这个转赠 如果接受的话 还麻烦孟小姐 在合同上签个字 他还有说其他什么吗 这份合同是他快递给我的 其他的没有任何交代 孟小姐 还请节哀 谢谢你啊行律师 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太突然了 我需要一些时间考虑 也行 这份合同你可以留下来慢慢看 但需要你在三个工作日之内 给我答复 好 我知道了 有任何问题 就随时联系我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曼总 这算什么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看到李章然的新闻了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没事 你现在在哪里啊 在高速公路上 你现在在哪里啊 你要去办点我自己要办的事 公司你先定几天 那对你也是个考验 摸练你心智的好时机 顶住啊 等我回来 早点回来 好 我先走了 台友 最近呢 我又是一段密集加班的日子 我知道如果你在公司的话 你一定会给我买各种更样好吃的 然后嘱咐我好好休息对不对 李章然死了 他是从楼上摔下去的 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失足 还是自己跳下去的 可是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什么事 我的心里也像缺了一块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 你可以慢慢地好起来 冬枕可以慢慢地好起来 是 我不是今天都要老板子要俩最记录吧 我要看 您的嘴巴 谢谢您的味道 您的嘴巴 我今天怎么想起来约我了 不要这么说嘛 好姐妹一起做做 tasting 天情地意啊 你这个好姐妹的范围还真够广泛的 都要向前看嘛 今天的新闻你看了吗 我相信你一定看了 李秋人十足丧命 这么多年的竞争对手啊 居然落了这么个结局 真的是令人痛心 惋惜 不对啊 你看了这个新闻 应该是敲锣打鼓 热烈庆祝一番才是吧 敲锣打鼓也大有人在 但绝对不是我 都是你啊 晓晓 大家都知道 李董在世的时候 非常其中你 可是你的状态啊 特别令我意外 你今儿约我出来 就是为了跟我聊李周人 看看我的状态啊 你别误会我 没那么无聊 我就是 好奇而已 好奇什么 李周人刚走 你就开始支持顾行严了 李董真是手眼通天啊 这东城好像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 我知道你有股份 百分之二十 是 我不仅活人的事情都知道 这死人的事情啊 也知道一半 你若然临死之前 想把他的股份转让给我 可惜出了岔子 没想到让你占了便宜 这可是百分之二十啊 后悔了 后悔 肠子都会清理 你能不能把你的股份转让给我 我保证绝不会替你出局 而且 我还会让你作为股份待职人 替我入住董事会 你不是一直 想跟顾行严那个丫头一较高下 这不就是机会吗 你可能找错人了 对 我曾经是迷茫过 想要在这个城市 满足一些不可抑制的欲望 但我现在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 你理解不了 不要那么着急表明态度 我给你足够考虑的时间 就会有好事 就会有什么事 好 我给你带我去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下一届的方案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 应该是被李卓然牵连的吧 现在杰克怎么样了 还那样吧 别着急 恢复总是需要时间的嘛 敏康 谢谢你 从我进入东城 你就一直坚定地跟我站在一起 你别老这么说 再说了 通过这次这个事 我也明白一道理 人生无常 你说咱这么大一公司的董事长 这不说下来就下来 又怎么样呢 行了 那我们各自去忙吧 我下一次再跟你聊 关于营销方案的事情 好嘞 有事叫啊 那我们喝一个 来 齐哥 我们一起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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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哥好酒量啊 你们也是好酒量嘛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公司呢 在加拿大 俄罗斯 澳大利亚 都有很多的钻石原石矿坑 有一次呢 我去加拿大的钻石矿坑去考察 刚一进矿区我就发现了 有你手腕儿这么粗的 钻石原石 我的天哪 那也得值很多钱吧 嗯 什么叫值钱呢 那简直就是无家之宝 齐哥 想拥有一颗钻石戒指 是每个女孩的梦想啊 梦想呢 对你们两个人来说呢 可能比登天还难 但是对我逃了齐来说 那简直是一乳凡乘 你齐哥家里啊 就有很多的钻石原石 晚上我们三个人在 逆齐哥家里看颜石 人是太坏了 陶乐齐 谁啊 陶乐齐吧 什么说啊 怎么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 我看是手法公平 这 马静认识吧 马静 不认识 马静都已经交代 这次你是大 快 我什么弄你看 老实点啊 我真的什么弄你看 走 近日 地美矿业董事长马静及其团伙 因涉嫌境外洗钱 已被警方逮捕 审讯期间 警方发现了十五年前 地美矿业因商业竞争 马静与李卓然联手 对原冬陈集团董事长唐宛容女士 进行诬陷和迫害 此案件正在受理当中 小姐您好 现在就点菜吗 不好意思 我想等客人到了再点 好的 请稍后 谢谢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想让我从东城撤资 对啊 他说你投资东城的时候 不是也犹豫过呢 可东城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 除非他亏损或者是破产 否则我以什么借口撤资 看来你对东城的内部情况 还真的不太了解 你们这些投资人啊 只会看外科 对内里的情况 可就不那么闷清了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 如今的东城 别破产已经不远了 此话怎讲 前任董事长畏罪自杀 主持工作的财务副总监 躺在医院里变成了职务人 财购部总监 夫妻出走 前任的财务总监 被踢除了公司 而东城的中层核心设计部 销售部总监 已经变成了我们璀璨的主力 你告诉我 现在东城剩下什么 而我们璀璨呢 兵强麻壮 我们已经连续两个季度 拿下了整个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胡总 你撤资东城以后 不如 跟我们一起收购东城吧 收购东城 据我所知 前几天你还对李卓然的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垂涎三尺 这才几天 已经升级到我收购东城了 这是我Lucy李的速度 真是不可想象的速度啊 那就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 你想想一下 你原来只想投资一家珠宝公司 而现在 你可以和我们璀璨 拿下整个珠宝的半壁江山 难道说 你就一点都不动心吗 以璀璨现在的实力 想要收购东城 没谁上早吧 我确实不区别这个实力 可是我的A轮和B轮投资方 区别这个实力 再加上盛世风投 那这岂不是投资界的状况啊 吃饭时间到了 胡泽 你想给我吃午饭吗 可惜我已经有约了 倒没关系 推掉它 难道你不想深入探讨一下 璀璨和盛世的未来吗 喂 我这边临时有点急事 咱们改天再约吧 不好意思啊 妈 您在那边还好吗 妈 我们已经查清了李卓然的案情 为您洗清了冤屈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快乐不起来 最近 我的睡眠不好 东城的困局 也没有太大的改观 而且我有一种预感 一个新的困局即将出现 一个新的困局即将出现 妈 我该怎么办了 我 پ vermangi 我该怎么办了 你怎么办呢 我还没有干的 你更意愿意 我禁止了 我被驴 PD 之后 你可能会有这个 所以就会担心比较好 我现在就要开担心了 怎么了 盛世的三期投资款一直没有到账 今天他们的法务突然要求我们 递交第二期的审计报告 并且按照合同约定比例计算盈利 否则就要撤资 替我约一下盛世的胡总面谈 盛世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强硬 拒绝与我们会谈 看来我就只能跟进一下 金茉莉钻石那儿的进度了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那盛世这边 我会再去想办法 欣妍 喂 明康 我们这边合作的钻石产品 进度怎么样了 盛世那边已经开始催款了 如果我们不能安时推向市场 他们就要撤资 金茉莉钻石这边 推进得非常顺利 如果按照目前这个进度来看 基本上可以确认 能够顺利地推向市场 太好了 替我谢谢金总 好嘞 没问题 放心吧 中生长 真是太感谢您了 我们刚刚顾总 亲自打电话来说 一定要谢谢您 你放心 金茉莉钻石和东城的合作 我们董总和金总 都非常重视 按时推向市场 肯定没问题的 全是太感谢您了 事出紧急 我长话短说 盛世投资的第三笔款项 可能不会到了 而且还会有撤资的危险 什么这不是腹底抽薪吗 盛世的第二笔投资款 已经全部投入生产中了 现在的生产 经营 销售 周转 样样都需要钱 而且缺口会越来越大的 我知道 我会再去跟盛世谈一谈的 但是一定要做好 最坏的打算 好 有几件事情需要你去做 立刻去调查 东城集团所有的不动产 专利设计 库存珠宝 还有在其他企业中 所占股权的信息 交给我 要快 好 把所有闲置的现金 通通都调拨出来 以备不时之需 行 辛苦你了 没事的 董事长 闲置自己 你说要是 林副总天赛就好了 这些事情对她来说呀 可能就是小菜一碟 但是我相信 我虽然没有她那么高的智商 多花点时间 也能保证完成任务的 她不在的时候 辛苦你了 董事长 您请放心 另外 这件事情属于公司机密 只有少数的人知道 千万不能散播出去 好的 我知道的 行 那你去忙吧 董事长 你说咱们冬城 这次能挺过去吗 能 一定能 那行 我先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孟副总 我下次一定注意的 你们刚刚开会来着 对 董事长有些事情交代给我 就你们两个人 对 也没什么就是交代一些日常工作 行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请慢用 谢谢 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盛事的第三笔投资 到不了账了 什么 不仅如此 他们还对第二笔的投资 神迹还有利润笔 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 如果完成不了 还有撤资 这样一来会把东城推到悬崖边上的 就是因为怕在公司引起恐慌 所以我才把你跃到外面来说 你会把东城推到悬崖边上的 你会把东城推到悬崖边上的 这目前还是个内部消息 但是我已经通知财务部的小周 让他做出印记措施了 难怪今天在公司见到小周慌里慌张的 问他什么他都不说 是我让他保密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应该瞒你 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股东 但是你却是骨干 我需要你和我一起面对 谢谢你 心言 谢谢我什么 谢谢你这么尊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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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之前在东城 我确实被中用过 我确实被中用过 但是那些人呢 大多都把我当成得力的助手 但你不一样 你让我觉得自己是东城的主人 东城的事就是我的事 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是东城的股东了 怎么 怎么 好 李章然出事之前 将他手上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转让给我了 当然 这里面有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 我之前还在犹豫 要不要接受这份合约 但我这几天想明白了 我需要这份股权 但我不是需要他带给我的金钱 而是 而是需要他带给我的力量 我要跟你一起 为了东城而战斗 吴总 这个帮我分一下 吴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您在这里不让我预约 我就只能在这儿等您了 细宁啊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躲着不见你啊 您放心 我不会误会的 咱们两家是视角 按理说 这个时候我应该帮你一把 您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在上言上 我们公司现在十几个董事盯着我呢 现在的商业环境就是这样 一步走不上点呢 就很有可能被淘汰 被嫌弃 甚至 被碾压得粉碎 细宁啊 你想过没有 如果这个时候把东城给卖了 这可能要比你吉利晚回来 要轻松得多 我 这个世界上轻松的事情有很多 但是人活着 不是为了图个轻松的吧 可你是个女孩子啊 现在是有一些九零后的创业精英 可那都是少数中的少数 让这个世界一步一步走向前进的节点上 做出那些重大的 正确的 影响人类走向的抉择 都是少数人做的 而大多数的人 只是跟随着这些少数人而已 许妮 我承认你天生的格局就很大 可是你知道吗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一意无形的人 他们更喜欢那些 甚是夺是的聪明人 那我完蛋了 我从回国的那一刻起 我就一直在一意孤行 看来以后 我也就只能一意孤行下去了 新娘 你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可是东城走到今天这一步 她未来的发展是无法控制 并不是你继续一意孤行下去 就能扭转的 你又为什么非要逆天而行呢 不管怎么说 谢谢您的忠告 但是您还是不了解东城 外面那些看似了解东城的人 其实他们也不了解 我相信东城可以重振其骨 所以我恳请您 再相信我一次 相信东城一次 我之前就是这样相信的 但是事实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 李卓然坠楼身亡 财务副总监成了职务人 还有一些听起来像离奇小说一样的细节 盛世的投资率回报率我很难保证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收购了东城 重新整合 说到重点了 是 卢自立已经找我详谈过了 计划书写得非常详细 也很有说服力 我希望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想请您相信我 就算亲近所有 也要保住东城的决心 不是 西宁 你怎么就这么轴呢 以你现在的股权比例 如果东城被收购 你随便买几个矿 开几个新的公司 有什么不行呢 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 因为东城就只有一个 其实我并不反对 东城和资本合作 甚至说上市 但是东城的基因就决定了 它只能是一个 踏踏实实做珠宝的公司 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理财工具 你也可以告诉卢西丽 还有她背后的金主们 让他们死了这份心吗 她不同意 是 态度很坚定 这很正常 自尊心这么强的一个人 怎么会轻易接受 这么尴尬的局面呢 我现在倒觉得 她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胡总 你可不能现在动摇 我们的收购 都刚刚打响戏曲 接下来 您就看我的吧 也不知道领导怎么想的 突然把东城的家底 都翻出来了 领导的事咱们怎么知道 马姐 赶紧弄吧 弄完好回家 都几点了 我还答应给女儿吃烤肉呢 来 晓周 顾董不是找你去开会了吗 对 他就没说 为什么翻箱底 没说呀 真的假的 出事了 出事了 你们听说了没有 东城就要破产了 而且会马上被整体收购 是假的 不是假的 嗯 就是 就是 真的 是 小周 我看不是顾董没跟你说 是你瞒着大家吧 就是 对啊 就是 没有 我 我真不知道 我要知道了 早告诉你们了对不对 这么仔细地查家底 这不就是被收购的前账吗 对啊 我是真不知道 我要知道早告诉大家了 你还不可以这样子了吗 小心 别太心心了 近期有传闻 东城要被收购 是真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问的问题 我们应该也不知道 东西回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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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凯西 顾董事 出事了 怎么了 你别着急 你慢慢说 继承来当事 把整个东城都包围了 员工在传 工厂也在传 罢工了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过来 好嘞 李总 你放心 该发的文件 我都已经发出去了 我要的可不是 简单的一个势头啊 我要的是发酵 把势态发酵起来 已经开始发酵了 东城那边 已经被媒体同行包围了 而且我还听说 东城下面的工厂 已经停工了 有了上次的欠薪时间 工厂的工人都草木皆兵 人人嚷着要罢工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 那栋楼里的人都要罢工 你办事情我放心 大记者 辛苦喽 好嘞 李总 那我们回头去 对 顾董 工厂那边已经传来消息 许多员工已经代工闹事了 更奇怪的是 不知道什么人传说 东城就要倒闭了 盛师要撤资 璀璨会收购东城 弄得现在整个大楼里 人心惶惶的 都没心思工作了 盛师要撤资的事情 是严格保密的 怎么会在员工当中传开呢 目前还在调查中 大家都在担心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突然间就失业了 甚至连这个月的工资 都领不到 领不到工资 东城什么时候 苛扣过员工的工资啊 真假消息揉在一起 很难解释 而且他们的情绪 似乎有人在故意煽动 很难安抚 好 我知道了 那我们先去忙 好 前段时间 待对盛师杯辛苦你了 可惜啊 被东城的灵异巧了些 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给盛师的那些投资方 可留下很深的印象啊 我是不是应该 犒劳犒劳你啊 还有啊 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 我想了解一下 东城的详细内情 东城的情况 您还用跟我了解啊 您不是挺清楚的吗 我估计啊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 乱成一锅粥了吧 真有你跟顾星妍 真正较量过啊 依你对她的了解 面对这种局面 她会怎么选择 对啊 顾星妍她跟我搞销售竞赛的时候 她还是设计部的一个小员工 而我已经是总监了 就那样 她还敢跟我叫板 丝毫不切成 最后结果是她把你赢了吧 她那是啥小聪明 那当然了 要不然怎么能赢得了 我们的班总监呢 你觉得她绝对不会服软吧 绝对不会 强势的重压对她来说呢 是毫无作用的 璀璨想要成功收购东城 就得智取了 怎么个智取法好呢 要么就找顾星妍聊 跟她春风话语地聊 聊设计 聊艺术 聊情怀 直到把她聊得让她忘了 她妈妈创立东城的初衷 要么呀 就只能从内部逐个击破了 不愧是自身的销售总监 懂人 懂世界啊 在收购东城的过程中啊 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 我一定不遗余力 我们璀璨 正需要你这个大陆人 不愧是 李总 您看我在总监这个位置上 也干了不少年了 您说要是这次成功收购东城以后 那我是不是 适合总经理这个位置啊 非你莫属 谢谢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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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应该多听听从非的意见 他毕竟是东城的老员工啊 毕竟伺候了两朝主子呢 虽然你们都是东城出来的人 可是却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怎么说呢 他给我的感觉啊 就好像 这么说 不许多主人 就好像 我们两个人不是同一个草里吃草的马 好 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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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